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绍安和尚礼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那么 我们这次 讲授菩萨界的音言 主要的是 上安和尚礼的慈悲 希望学人能够来到义德式 跟诸位共同的学习 这个义协业菩萨界 那么学人个人 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一个感恩的心情 希望把自己研究菩萨界的一些浅薄的心得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 我们在讲这个菩萨界的内涵之前 我想简单的说明 我们研究菩萨界的一个目的 那么基本上 我们每一个众生 学习佛法的音言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是在顺境的音言之下学佛 有些人是在逆境的音言之下的刺激 而学习佛法 那么这个音言是有差别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 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离苦得乐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离开痛苦得到安乐 这一点的心情是没有差别 但是我们从经典上的学习 或者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上的体验 我们发觉在三界里面的生命 是苦多乐少 在法华经上佛陀说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甚可不畏 那么佛陀以大势会光明来检查 我们三界的果报 就像一个起火燃烧的房子 虽然这房子里面有种种的知具 有种种安乐的知具 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身是一个 起火燃烧的房子 它是不断的逼迫我们 扰动的我们 那么这个火 指的是三种火 第一个是烦恼之火 那么我们一个有情众生 在三界的果报题 我们不能避免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 那么这个烦恼的相貌是 烦躁脑洞的 使力我们不安稳的 虽然我们在受用快乐的知具 但是所谓的快乐一定要跟内心激进相应的 而我们在洗烦恼的时候 身心是扰动的 所以它障碍了我们的安乐 第一个是烦恼火的逼迫 第二个是业力之火 我们过去身当中累积了很多的业力 特别是有一些杀到以后的罪恶 那么这个业力的细服 就使令我们不自在 我们往往要面临一些 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人 做的事情 或者不愿意去面对的人 这个就是有业力的细服 使令我们感到逼迫不自在 第三个是果报火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不管你活报多大 你的生命体就一定要承受老病死的折磨 老病痛死亡 它也是一个火在逼迫燃烧着我们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三界里面得到一个果报 我们就不能避免 烦恼火业力火跟果报火的 这种逼迫热脑的伤害 所以说在三界当中 基本上是已有烦恼故 有助罪业故 有老病死故 非时安乐住 所以当我们冷静地观察三界的果报体 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 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众生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果报体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我们选择逃避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反正我就在苦中作乐 一天过一天就罢了 生生世世的流转下去 这是我们选择逃避的后果 我们永远没有泄脱的日子 第二个 一个有志气的人 我们选择面对 我们希望能够寻求一个泄脱之道 来泄脱这个烦恼障 业障 暴障的干扰 我们寻求一个真实 究竟一个极尽安乐的果报体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有这样的 离古得乐的一种愿望 我们开始皈依三宝 祈求三宝的加倍 或者是在家 或者是出家 总是我们皈依的三宝 那么皈依三宝在佛法的修学啊 是有两个次第 在菩萨音乐境上说啊 入三宝海以性为本 助于佛家以戒为本 我们刚开始来到三宝 主要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份信心 我们相信三宝能够救保我们 他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使令我们离古得乐 我们相信佛法身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是我们的光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信心的缘故啊 在三宝的境界当中 或者是在佛 或者是在佛 或者是在生的境界当中 我们修习礼拜 赞叹供养 广修种种的善业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三宝的加倍啊 我们感到一种安乐 感到一种乏喜 也能够暂时的泄脱 烦恼业力跟果报的障碍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归一三宝只是一个信心 我们会发觉我们这个信心是不决定的 有时候我们信心坚强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磊落的 就是会退转 静静退退 所以当我们建立了三宝的信心以后 我们更进一步呢 就是要注意佛家以戒为本 我们开始奉持佛陀的戒华 使令我们在三宝当中坚固的安住 使令我们的善根 因为戒法的奢侈而能够不退转 所以我们在归一三宝 刚开始只是仰仗一份的信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学习戒法 那么修持戒法 来净化我们的身口一三叶 使令我们的内心跟三宝的功德 慢慢的接近慢慢的相应 这就是我们在研习菩萨戒法 就是透过持戒 来断除罪业 来增长三叶 使令我们在三宝当中 能够成就不退转 所谓的 助于佛家以戒为本 这就是我们学习菩萨戒的一个目的 好 接下来我们打开讲义 一切菩萨戒本讲表 那么这个讲表 在讲之前我们看这个下面 弥勒菩萨造 玄奘大使义 我们把这个菩萨的戒本 这个造论者跟欢义者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先讲弥勒菩萨造 那么弥勒菩萨呢 是佛在世的一个菩萨比丘 那么这个弥勒欢成中文叫慈世 因为弥勒菩萨呢 生生世世后要修学慈心三昧 那么特别是在 他修持这个不食众生肉啊 他也特别的专注 特别的耗耀 所以成就的这个慈世菩萨 或者弥勒菩萨的这个名称 那么弥勒菩萨在往生以后呢 就生到了道立天啊 为天人说法 那么准备在因缘成熟的时候 下降我们这个南颜夫体啊 来成就佛道 那么就在这个佛灭度以后 九百年的时候啊 在印度有一个菩萨出现 叫吴卓菩萨 这吴卓菩萨诸位大概是不陌生啊 在威士学的一个 可以说是第一代祖师啊 那吴卓菩萨他 他刚开始是在小乘的有部的部派出家的 那么学习有部的焦点啊 修习这个空观啊 那么他成就了小乘的空观 那么在思维小乘的空意的时候啊 他发觉小乘的空意是一种灭色起空 就是小乘的空 他是要透过无常无我的观察 把一切的有为法消灭以后 才成立了这个空的真理 所以空跟有是对立的 那么他觉得这个小乘的空意是不究竟的 他觉得世界上应该有更高的真理存在 更高的泄脱的境界存在 所以他就有神通力啊 就到了透帅天啊 去请示弥勒菩萨这个大乘的空意 那么弥勒菩萨呢 为了开醒为世 为异的这个真理啊 那么这个时候 这无常菩萨就根据这个为世的观法 就误入了大乘的空意 他也感到非常的殊胜圆满 那么他就告诉弥勒菩萨说 说我这个无常菩萨是言轻得佛啊 不能使人大家信服你 希望你老人家能够下降这个娑婆世界 为大家演说大乘的法义 那么弥勒菩萨就以慈悲心啊 就下降到这个中印度的阿姨舍国讲堂 来演说这个大乘的法义 这当中呢主要的是演说 异切斯蒂论 那么异切斯蒂论当然是弥勒菩萨所造的 那么当初呢弥勒菩萨下降的时候呢 这个有福德的人啊 有福报的人看到是弥勒菩萨在讲堂当中啊 放大光明 那么福报比较浅薄的人啊 看到弥勒菩萨呢只看到光明没有看到身相 那么在低烈一点的人呢只听到声音 连光明都没有看到 那么这个弥勒菩萨讲完这个异切斯蒂论以后呢 这个无卓菩萨就把他所讲述的内容把它记载下来 广泛的流通 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异切斯蒂论一百卷 那么这个异切菩萨戒本呢 就是从异切斯蒂论里面的菩萨帝的戒品 所折录出来的 所以我们讲说是弥勒菩萨造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看玄奘大师义 前面名的菩萨当然是印度人 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 在唐朝的一个三藏法师 玄奘大师 就把这个印度文翻成中文 那么这个幻议的音言 我们也解释一下 还是什么音言能够幻议这个 一切菩萨戒本 那么玄奘大师他出家以后 他是唐朝的一个法师 他很年轻就出家了 十几岁就出家了 那么出家以后 他主要研究两部经 一个是大玻璃盘基 一个是摄大成论 一个是信众 一个是向众 那这当中呢 有一个观念 他觉得非常矛盾 就是有关这个我们的内心 我们这个打妄想的 这个生命心 有一个真如佛性的观念 那么在《涅槃经》当中 对佛性的描述 是认为是当下成就的 所谓的当常 当来的当 常住的常 就是所谓的佛性 是一种直下成就的 不必经过多生多节的休息 那么在传宗说的 一念不生 即如如火 那么正是在社论里面 所提到的佛性的思想 是一种 对不起 我们刚刚应该说是现场 这个是当下 就是这个 现在就是佛性 刚刚那个所谓的 当下成就叫现场 现在的常住佛性 那么在为是的思想 是叫当场 叫当来成就 就是你现在的妄想 不是佛性 但是你愿意慢慢的休息 界定会 这个妄想的生命心 会慢慢的调伏 就现出真如平等的佛性 的境界出来 这个叫做当场 当然 那么在大乘的思想 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一个是当来前做 当来成就 一个是现在成就 那么玄奈大师就感到疑惑了 所以这两个思想是互相的冲突 不知道哪一个是对是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师就决定要到印度去 把这个道理弄清楚 那么就在这个贞观三年 在离开了长安 到了印度的纳纳陀市 那么跟戒贤论师 学习一切私立论 学习了五年的时间 那么就把这个戒贤论师的一切私立论 全部都学会了 那么后来呢 就到印度去参学了十二年 把印度大小乘的各方面的教义 在广泛的学习 那么总共是去了十七年 后来就在这个贞观二十年左右 就回到了这个中国的长安 那么唐太宗当时是一个 用一个很隆重的方式来迎接 这个玄奘大使的归来 那么唐太宗也是当时 他是国务还忙 就把这个事情放下 亲自接见玄奘大使 那么两个人是相堂甚欢 那么唐太宗呢 是敬佩这个玄奘大使的 德恨跟才华 希望大使能够舍戒还俗 来帮助唐太宗来处理这个国事 但是玄奘大使说 说我愿守戒之门 采阳一教 就是说我从小就出家了 我的生命就是在学习佛法 修学佛法 所以我在我圣仪的生命当中 我希望能够守戒之门 这个师门就是出家众 我希望在生团当中 好好奉持出来的戒法 那么一方面呢 来采阳佛陀的遗教 使令这个佛法的光明啊 能够普遍的照耀到 每一个众生的内心当中去 那么这个师父常态中啊 就感到敬佩赞叹 就尊重他的意识 就在这个长安啊 盖了一个意经验 那么召集了当时的500位大德啊 来换译经典 那么这个大师就把这个 从印度带出来的经典啊 总共是有75部 有1333卷啊 总共花了19年的时间啊 把它全部换译出来 那么在这个75部当中的经典当中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 大品玻雷经 跟现在我们所学习的 一切师弟论 那么这个本界呢 就是在这个一切师弟论当中的 菩萨帝的戒品 那么玄奘大师在换完一切师弟论以后 他觉得这个一切菩萨戒本啊 也特别的重要 又把它特别的从戒品当中 把它欢迎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能够 在梦法时代 如法的能够修学到这个菩萨戒本啊 我们应该要感恩 弥勒菩萨跟玄奘大师的花心 好 那么这个是在讲菩萨戒之前啊 把这个传承啊 这个教法的造作跟欢意啊 这些大师啊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正文 江树此义大科分试 那么我们这次菩萨戒的讲授啊 分成四大科 第一个解释标题 那么这个标题啊 往往能够种植 这个一本戒的整个内涵 所以我们对这个戒法的标题先做一个解释 第二个 修学中药 那么菩萨戒呢 在一切菩萨戒有四重四十三轻 很多的戒文 好 那么这个戒文当中在学习之前啊 我们应该对菩萨戒的修学中药 他的大纲 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否则你不知道这个戒文的会归处 到时候可能就是 就茫茫然没有目标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 修学菩萨戒的一个纲要啊 先把它标出来 那么以后大家有一个会归处 第三随文诗意 这个就正式的随顺戒文来解释其中的一离 那么第四大科 节释欠修 我们把菩萨戒的修学方法 做一个总结 就第十课 那么我们这次菩萨戒就分成这十课 来说明 先看第一课 解释标题 那么解释标题我们分成三课 先看第一课的甲义 总是标题 先做一个总标的说明 那么我们这次的戒文的题目叫做 义戒菩萨戒本 这个义戒是一个批语 那么菩萨戒是一个法门 那么法义双举就是成就的这个一节菩萨戒 那么我们先解释菩萨戒 这个菩萨呢 它的印度话呢 本来的意思叫做菩提沙陀 它是有四个音 那么中国人喜欢简单呢 就把它省略了叫做简称为菩萨 那么这个菩萨的意思啊 这个菩提沙陀呢 欢诚中文的意思叫觉有情 觉悟的觉有情 那觉有情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从智力的角度呢 它是已经觉悟的有情 就是我们众生啊 在三界流转啊 我们的内心是颠倒的 不知道东西南北 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时候会让我们痛苦 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安得 我们完全不明白 就是完全啊 跟着感觉走 我们凡夫的心情啊 就是你的心情的直觉 现在要做什么事 你就去做什么事 没有判断力 这个叫做无明 那么菩萨不染 菩萨内心当中呢 他已经开启了智慧的光明 他能够引导他的行为啊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清楚分明的 所以叫做觉有情 他已经从这个无明当中啊 产生了觉悟 他开始用智慧来引导他的身口一三叶 这是第一个内涵 所以当我们虽然做慈善事业 但是我们内心当中 没有产生智慧的光明啊 那不能说是菩萨了 只能够说是一个善人 修善之人 那么第二个内涵呢 就是觉悟一切有情 前面的已经觉悟的有情 是针对菩萨 他自己成就的功德 那么这个地方是 赞叹菩萨立他的功德 就是菩萨他有大悲心 他能够用种种的善巧方便 来开导众生 使令众生也能够趋向于觉悟 这个就是觉悟一切有情 所以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就包括了智力跟力他的一个修行者 那么这个界呢就是一个鬼犯 这个身口意的修学鬼犯 所以菩萨界就是一个有志宜 自行化他的一个修行者的一个修学鬼犯 叫做菩萨界 就是你内心当中 下定结心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想要自立 你也想要立他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奉持菩萨界法 在这当中有很明确的指导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来成就自立立他的功德 那么这个叫做菩萨界 那么这个逸杰呢是一个批语 也可以说是一个赞叹 这个逸杰的意思呢就是相应 这个相应的意思就是相应于大波涅槃 佛法对生命的看法是说因言观 就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果报啊 是因为你因地造了什么业 而来的 不是上帝创造的 也不是自然而有的 就是说你今天造的五戒十善 这个业是随顺于人天的果报 你欢喜修习四地舌一言 修习空观 那么你这个业啊 就是带领你趋向于偏高的涅槃 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奉持菩萨的戒法呢 我们的内心就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 来引导着我们趋向大波涅槃 趋向佛的万德庄严 所以这个相应呢 是在赞叹我们奉持菩萨界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功德 就是有趋向大波涅槃的力量 所以叫做益潜 以前耳激发不走 這個本就是一個依止的意思 就是我們在修學菩薩的戒法的一個依止處 叫做本 就是這個佛法是有根據的 是有本之學 就叫本 那麼這個地方是簡單的 把義學菩薩戒本做一個說明 這個戒法 當然我們有世間的戒法跟初世間的戒法 這個世間的戒法就是五戒八關齋戒 當然我們講初世的戒法 大方向是兩個戒法 一個是僧文戒 一個是菩薩戒 這個僧文戒跟菩薩戒的差別 就是說 就是說 雙文戒又叫做 富士積賢戒 這個世是世間的世 富士積賢戒 那麼菩薩戒叫做常駐佛性戒 常駐佛性戒 所以這兩個佛陀治這兩個戒的目的 宗旨是不一樣的 生文戒法的目的啊 是要令政法九處 就是佛滅度以後呢 生信者令生信者令備增長 就是靠著這種 生文人的奉持美好的威夷啊 讓菊氏升起恭敬之心 讓這個恭敬心啊 那麼他能夠學習佛法得到泄脫 所以我們看生文戒的智戒因緣 都是要等待因緣才智戒的 那麼菩薩戒不同 菩薩戒法是佛性常駐戒啦 他是一個心力安利的 不是一個外在的事項安利的 所以你看 菩薩戒法是不必等待因緣 佛成道以後啊 頓治菩薩戒 佛奪基督師 成道以後就馬上把菩薩戒法制定出來 就是說呢 生文戒 它是一種互視畸形 當然有它一定的時間空間的因緣 每一個時空不同 所以每一尊佛在治廣教界 列教界的因緣就會有所不同 因為每一個眾生的 基前的因緣會不同 但是菩薩戒是依止 每一個有情眾生的 一念的心性來自見 那麼這個現前一念心性 是超越時空的障礙的 所以不必等待因緣 就是在任何的時空的有情眾生 只要你奉持菩薩戒法 就能夠引導你這個顛倒苦惱的心 而趨向於光明安樂的境界 這樣的因緣啊 是超越任何時空的差別 所以叫做菩薩戒 這個地方有差別的地方 它不等待因緣而自見 所以叫做佛性常駐戒 也就是相應於大波裂版的意思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段 甲耳別明戒法 那麼前面是一個總標 這一下把菩薩戒的受提 它這個受是菩薩戒 所依止的戒提 跟它的隨行 它所依提起 依提起用 或者說依提起戶 所產生的這些戒恨 第三個是施舌 就是菩薩戒退施棄舌的因緣 我們把它做一個說明 先看受提 那麼我們是在什麼因緣之下 成就菩薩戒的戒提呢 這當中有兩個因緣 第一個是成就菩薩總性 第二個你真實發菩提心 那麼我們先講這個總性 在一切式論當中 講到我們眾生有五種的總性 第一個是無性總性 有無的無 性是佛性的性 無性總性 那麼這種總性的眾生呢 它內心呢 對於這個善法特別耗耀 對於五界十善的善法特別耗耀 但是它沒有出世的善根 你跟它講空性的真理 講佛性的真理呢 它不生耗耀 它只希望能夠修習善業 那麼成就來一生安樂的果報 如此而已 它就滿足了 那麼這種總性呢 我們判作無性總性 它歡喜修習善業 第二種是生文總性 生文總性呢 它的內心耗耀四聖地的法門 就是對於這個知苦斷疾莫必修道 特別對於苦地的觀察特別耗耀 所以生文地的觀察偏重在苦地 它一想到三界是苦啊 它對於這樣的思考特別耗耀 因為它從苦地當中啊 去刺激它一種要出離的心情 那麼這種人 它有這樣的性格傾向啊 我們把它判作是生文總性 歡喜觀察四聖地法 第二種第三種人叫做生文 顏解總性 顏解總性它的智慧 比生文總性更高 它就不再觀察這些三界的苦果啊 它是觀察十二因言 就是生命的因言是由無名言行 乃至於生倒病死 所以根源在於你現前一念的無名 遺痴顛倒 認為在生命當中有一個真實的自我 這種我愛之 所以這個原覺人他願意去回觀 返照他這一念心的這個 我愛之的一個相貌 那麼消滅我愛之而成就卸脫 所以這個生文原覺同樣是以出離心啊 但是他這個生文總是偏重觀察苦地啦 顏解總是觀察這個無名 有所差別 第四個是菩薩總性 菩薩總性呢 他內心當中對於六波濃蜜的散法 布施慈戒忍路漸見禪 廣修福德廣修智慧 自行化他的法門啊 特別耗耀 那麼這個我們就是菩薩總性 第五個是不定總性 就這個人不決定 他要遇到小乘的師父 告訴他小乘法 他就寫小乘法 他遇到大乘的法師 為他演出大乘法門 他就歡喜大乘法門 那麼這種呢叫做不定總性 不決定的 好 那麼我們今天要能夠 那時候菩薩的戒體啊 你必須在你的內心當中啊 要產生菩薩總性 就是你對於菩薩道的六度法門 內心有耗耀的心情 這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說啊 我們後面錄了戒文 你就會清楚的看到 佛陀在戒文當中啊 很多地方都在表明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身為一個菩薩 你剛開始是一個起點 你可能只是發了一個菩提心的願望 你也可能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也沒辦法不失 直接忍入見見禪見智慧 但是 你內心當中對於這種六度的法門啊 是打從內心的耗耀 這個是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你內心當中 你真實的是一個菩薩總性 你對這個法門有一種承當的力量 雖然你什麼都還沒開始做 但是你要有這樣的總性 你才能夠成就菩薩的戒體 好 第二個 你要真實發菩提心 就是你內心當中 對於生命有兩個希望 第一個希望上求佛道 成就自立的功德 第二個希望啊 你願意下化眾生 成就立他的功德 就悲至相應 明菩提心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在那時候菩薩的戒體 你一定要成就一個菩薩的胸量 菩薩的總性 那麼有這樣的胸量以後呢 你還要真實的發起一種願望 上求活到消化眾生的願望 那麼你就能夠成就菩薩的戒體了 我們可以說是你入了菩薩的結位了 那麼有了戒體以後 我們開始要隨行 就是根據我們這個菩薩的戒體 開始修學菩薩的戒恨 那麼菩薩的戒恨有三條 第一個是設立一戒 第二個設善法戒 第三個是設眾生戒 那麼設立一戒主要是成就斷德 斷德 斷除我們身口意義的過世惡法 這個斷德啊 是我們在修學佛法的第一要物 我們在從凡夫到成佛的階段啊 有斷惡、修善、杜仲生 有三件事要做 但是你第一個要先強調斷惡 你要把你的這些污秽的 這些身口意的作業先親近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這個房子啊 你要做種種的彩繪莊園之前啊 先把這個房子打掃乾淨 不是先去彩繪先去莊園 你先進化自己 好 那麼當然在這個斷德方面呢 諸位都是久學生文戒法啦 那麼諸位會發覺到生文戒法 在斷德方面啊 是偏重在刺罰這個貪心 好 就是說活頭的慈悲啊 對於這個生文弟子啊 他對於資據的要求 比如說你這個波有幾個 你衣服有幾件 你這個生活的資據啊 都有明確的規定 為什麼呢 就是要你少益知足 那麼生文戒法 他的心情是一種出離 他一心一意的觀三界如勞裔 是生死如焉家 但其制度不宜度人 所以生文戒法的心情啊 是引導一個人在生命當中 極速的卸脫生死的幸福 而成就偏空的裂盤 而從生死的流轉當中呢 最大的力量就是貪欲 障礙你卸脫的就是貪 所以生文戒法的斷德啊 我們可以打開比丘戒比丘尼戒啊 幾乎你會發覺啊 有三分之一的戒法是在自貪心 三分之一以上 那麼菩薩戒法當然也是貪啊 因為你也要自利嘛 自利利他嘛 但是菩薩戒法更重要的是 自撐心跟慢心 所以我們到借文你就會發覺到 菩薩戒法對於一個菩薩 一個發佛提心的人 你起撐心起慢心啊 幾乎是不能容忍的 治法非常重 因為菩薩的目的是要廣度眾生 那麼眾生為什麼願意親近我們呢 眾生才不在乎你這個人的得恨有多高 你智慧有多高 就是你要對他釋放善意 如果一個菩薩稱心慢心啊 這個眾生不敢親近你啊 那麼他就沒有得度的因緣了 他在流轉當中就沒有洩脫的因緣 那就是菩薩的過時了 因為你的稱心慢心啊 使令他意到三寶而不能夠成就三寶的功德 所以我們到了菩薩界你會知道 在設立一界當中啊 這個佛陀對於一個發的菩提心 成就菩薩總心的菩薩 對於他的稱心跟慢心的知法 是非常的嚴重的 那麼這個是在設立一界裡面 我們在斷除煩惱方面啊 偏重在對峙 稱心跟慢心 第二個設善法界 設善法界成就自得 那麼在建法當中 設善法界是廣泛的講到六度的善法 波斯磁界忍若健健產地的智慧 那麼前面的設立一界是共生文界的啦 那麼後面兩條設善法界 設眾生界是不共生文的 也就是說這個在聖文界 你能夠把自己的心啊 的貪心調伏了以後啊 你是不是主動的去修學善法 佛陀在聖文界裡面不強迫你去接受這個善法 那麼但是在菩薩界呢 只要有善法的因緣現前 你有不失的因緣現前 有眾生向你祈求 乃至於磁界忍若健健禪禪定 特別是智慧的因緣 有法師在說法 耳泥步道法師的地方去聽法 這個是菩薩其實要治罪的 是這樣子 因為你今天花的菩提心你要上求佛道 你的目的只是 並不只是追求偏空念盤 你要成就萬德莊園的佛陀 你的志向是這樣 所以在設善法界裡面啊 佛陀要我們要修學總統的善法 你不修學就是幻界 第三個是設眾生界 這個成就恩的 就是要廣度一切眾生 那麼在菩薩界當中講 叫設眾生界啊 有四色法門 就是同事愛於不失利息 也就是說呢 這個你不但是修學六波的密的善法 你要能夠對眾生有悲憫性 在你的生命當中 曾經跟你接觸過的眾生 你或多或少 都要給他在生命當中一些佛法 給他一些利益 使命眾生呢 因為你的關心 而得到一些得度的因言 那麼假設你 遇到的眾生因言現前 而你沒有主動積極的教化眾生 那麼就是換到設眾生界 所以這個地方 不過設眾生界當然也不同 生文界法教化眾生是不主動積極的 他不創造因言 就是生文人 你遇到的這個生文人 你向他求法 他會為你講說 但是你要沒有遇到他 他不會主動為你說法 他就是觀空無相無作 觀一切法 無常無我 無有少法可得 暗處在極盡的空性當中 他感到一種洩脫自在 但是他從禪定當中出來 眾生將他請法 他會如實地宣說 但修法以後 他繼續修他的空無相無作 以智力為主 但是菩薩不同 菩薩是為助眾生不情有 他會觀察眾生得度的因言 主動的創造因言來建立佛法 利益眾生 就這是菩薩的大悲心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講到 這個菩薩的三際境界 那麼這個設立一界 是成就斷德 在佛的三身當中是成就佛的法身佛 佛的法身 因為斷除一切的身口 一個過失啊 在果地上成就親近法身 那麼設善法界是一種自得 那麼因為我們能夠修習六波羅蜜的善法 所以召感佛的身呢 是成就報身 無量功德莊嚴的報身 那麼設眾生界呢 由於我們的恩德來度化一切眾生啊 在果地上呢成就佛的應化身 應生佛 就是由這個三際境界而成就佛的善生 那麼這個設立一界是共生文界的啦 那麼設善法界跟設眾生界是不共生文界的 好我們再看第三 施蛇 就是講到我們退施 或者是氣蛇菩薩界的兩個音言 第一個以善筆禪犯眾界 第二個退捨無上菩提心 好 那麼這個地方的四眾界啊 不是我們講殺道陰妄四種界 是講本界裡面的菩薩的真上界 就是這個至善毀他 千禧才晃 稱不受毀跟傍慢正晃 我們會不會講到 那麼這個菩薩的四種真上界啊 假設我們是以上品的煩惱 一種粗重的煩惱 來違反的話呢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 你這個菩薩界體的界體就死掉了 那麼什麼是善品煩惱呢 在菩薩界當中講到兩個 一個是塑塑現行都無常愧 第二個是深深愛藥見識功德 那麼這種音言就退施了菩薩界體 那麼其他呢 我們的小堂課再解釋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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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